就是这一次俄罗斯的人事变动 那么普京是提名了文官出身的经济学家 任命新的房长 而之前的这位房长是从2012年就开始担任的 所以说当了12年的房长 突然的就被换下来了 那么他就是少一谷 那么他是在俄罗斯当地的时间 周日晚间被普京解除了国防部长一职 那么根据法新社给到的这个消息 是说到自2022年2月份 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这个冲突以来 普京在军事指挥体系之上展开了一次最重大的调整 那么普京是签了这个总统令 少一谷 他不是说就被截职之后就被流放回家了 是给了他一个新的职务 这个职务叫做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从很多的角度上来说 很多人觉得这一次对他来说 其实是一个职位上的提升 但是也有一些媒体分析指出 这个职位很可能就是一个虚职啊 也就是说的没有实权 那么也就引申出来另外一个话题 是不是 他跟普京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导致了这一次的民生暗将 那么在他被这个民生暗将之后 谁来担任了这一次接任的国防部长呢 这个国防部长也是非常有来头 是俄罗斯的经济学家出身的一名文官 他的名字呢叫做别洛乌索夫 他是取代了少一谷成为了国防部长 但是啊他的来头也不小 自2020年起呢就已经担任了上一届政府的第一副总统 所以说本身就是一个高官啊 而且是普京近年来的主要的经济顾问之一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调整啊 所以想请介老师帮忙我们解读一下 那么俄罗斯这次重要的人事变动 首先确认一下 邵伊古的这次人事变动是一次民生暗将吗 那么第二个呢 是想问一问 普京对他在俄乌战争的表现是不是不满意 所以才导致了这一次的人事变动 以及新担任的这个职务啊 就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在俄罗斯这个政治体系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这个这一次的人事的变动啊 是大家都满意外 对普京刚刚这个进上当第六任的这个任期啊 那么他未来有六年的这个时间啊 还是要牢牢掌握这个俄罗斯的大权 那这个等于说是他的地位非常稳固 对非常非常稳固 因为这次大选的话 他得票率是87%多 那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古今中外的都不多见 那可见这场战争 俄罗斯的民众啊 对普丁还是给予啊 几乎是权力的支持啊 我想有这个民意的背书 我想普丁他就可以做一些比较大大盒的感觉 那目前在这个俄乌战场上 这个俄罗斯前两天突然啊 开始进攻哈尔科夫 这是一个大的变化 因为这等于一个新的战局啊 从过去在东线 尤其在顿巴斯地区长期这样子的这个拉锯战啊 现在俄罗斯等于说新开开个新战局 这个很可能都跟这个啊 邵一卜啊被撤换 做不了关系 那也就是说整个战略打法啊 事实上看起来有个新的作为 那当然人事的更迭啊 就是说有尤其这么高层的啊 大概总有几个原因 一个他代表他的战略战术政策的转变 那么对现行的这个执行 这个重要的这个战略战术的一个 设计执行者来讲啊 那表示说想要换人来做 要换一套战略战术 第二就是说人与个人之间的这些啊 这些无法弃合了 那就是说可能对很多政见的看法 或者说用兵的方法看法 那也就把它换人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个应该是普丁 在对恶物战争上很具体讲 他要求新求变的一个一个做法 那么也不一定是这个邵一谷 犯了严重的错误 或者他跟普丁之间 有什么严重的这个举语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外界应该来看就是说 普丁啊在恶物战争说啊 他有新的做法 那我想邵一谷基本上 本来前两天就有人传出来说 他可能有问题 可是问题就变 这个大阅兵的时候 邵一谷又是好看起来啊 好诚以辖的担任整个阅兵的总司令 但那个时候大家就说 就是说邵一谷应该安了 没想到阅兵完了没久 他就得去职了 当然了就是说联邦安全会议啊 基本上这种是一种怎么讲呢 这是一种集体意识的机构 所以再怎么讲 你到一个集体意识的机构啊 跟你在一个部会啊 由部会首长制决定的机构来讲话 都是全力的被剥夺 那么所以对邵一谷来讲话 他绝对不是升官 他绝对是把一个重要的位置 被拿下来 因为国防部长的话 那身杀欲夺啊 很多事情啊 紧急的事情也好 或者说啊这种好常态事情 总统这个国防部长的决策权 是非常非常的大 另外还有就是人事任命权 虽然很可能这个比如说 非常高阶的将领 可能还是要补丁决定 可是呢就是说不可能整个军方的这个 这个重要人士都用补丁一个人决定 邵一谷在人事权上也应该有很大的决定 所以我觉得补丁要换邵一谷 应该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 突发性的一个思考 我觉得他应该有他的长远的固局 那这个什么时候造死 就补丁来讲什么时候我们不得而知 可是我觉得要动任何一个 像国防部长在战时 国防部长这么重要职位的人 那么一定要长远的固局 因为很可能这个国防部里面 不管是前线打仗的 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后方做幕僚的 做军备的 这些基本上应该都是邵一谷安排的 邵一谷担任这个职务也是二年 那他过去跟普丁的 普丁的这个整个的合作也非常的密切 那没有普丁就没有邵一谷 那从普丁的角度来看来看 邵一谷也立下过汉满功劳 那不过这个在俄乌战争 已经这个胶着了大概两年多的时间之下 我想那么对普丁来讲的话 我想他应该还是有所不耐的 因为任何的领袖都不希望长期 现在这个战争的泥闹里面 那这样战争的话 现在对普丁来讲的话 他是一个在现在一个泥闹里面 所以我觉得他撤换邵一谷 那么任用 原来职位比邵一谷更高的职位的 应该也是普丁的亲信 来组长兵符 我想是应该对想要在这个目前的俄乌战争 打开一个承认的局面 那么这次打这个哈尔科夫呢 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迹象 也就是说那么过去 这个等于一亿代劳 指手不攻的这个俄罗斯的策略 是不是要开始转变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密切的观察 是的 那么其实我还有自己一个小小的问题想问一下 这一次普京他提名的这位新任的国防部长 他是一个文官 那么他是一个经济学家出身 他这一次被临时的安排上了这个国防部长的重任 所以说对于担任这样一个部长的职位来说 他不需要有一些军事基础 或者说有过从军的经历 他能够做好这场这个战役吗 以及就是他这次上任之后呢 会不会有一点像是一个徽章性的人物摆在那边 那之后的军权就会落到了 比如说更上层 比如说在普京就执掌军权 那么中间就没有再有一个中间人了 我觉得这个人事任命 而我直接想的就是普丁直接制造军权 因为普丁事实上 他的过去长期的就任里面 他打过很多次战争 他不是只打了一个俄乌战争 他这个车臣战争也打过 他这个乔治亚战争也打过 那所以他事实上他可以说虽然是一个 他是这个情报人员出身 可是呢指挥战争的话 我觉得在俄罗斯无人出其用 那这场俄乌战争的这个过程中 虽然你可以看邵宇谷站在第一线 那么不过我是觉得邵宇谷应该只是担任 这个普丁的一个政策战略 战略方面的一个执行者而已 那现在我觉得他换的这位新的 这位原来的副总理 别罗马索夫 那么应该基本上是对普丁 应该是言听计从的 所以我觉得他以经济学下身份去组长国防 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想重大的这个决策 尤其国防部决策 应该就由普丁完全一个人 一手一手一手 怎么讲的 决定 那他基本上应该就是 处处要听命于普丁 也就是普丁直接把 俄罗斯的国防部的工作 整个一手拦下来 是 其实很大程度上 也就可以说到 在这一次的人事任命调整之后 未来普京的命令 可以直接的就直达战场了 当然我们也看到 自2008年起 担任这个安全会议秘书的 尼古拉帕特鲁夫 他现在虽然是被少役谷所取代 但是他未来的角色还没有被宣布 那么俄罗斯这边是表示 在未来几天去宣布这样一个角色的任命 那就不知道他未来一个走势 会是如何 同时这一次俄罗斯的相应的人事任命里面 很多重要的角色还是得到了保留的 比如说俄罗斯的联邦对外情报局的局长 谢尔盖纳雷什金 他就是继续担任这个职务 其次就是亚历山大 博尔特尼克夫 那么他也是会继续担任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局长 还有就是俄罗斯总军的参谋长 格拉西莫夫也会继续留任 所以说从这一系列的留任和被解制来看 是不是更加侧面印证了 就是邵伊古确实是没有得到普京的信任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迹象 当然了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在上个月 那么突然爆发俄罗斯的国防部的副部长 贪赌事件 那他就立刻被解职了 后来经过一阵调查 他贪污的金额达到1200万美金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金额 当然这个案子没有往上发展 一直就有这个副部长 那你知道副部长跟副部长之间关系非常密切 那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导火线 让这个烧伊古下台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 那么可是呢 如果说普丁原来就没有原来没有计划就要测换邵伊古的话 那突然做一个测换国防部长 这个是挣钱换将也是怎么讲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忌讳 就是说对用兵的国家来讲是一大忌讳 那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基本上普丁应该对邵伊古的角色 长期以来就已经有想要替换的这样子的心理 那么现在突然换一个完全跟军事 这个渊源很浅的一个政治领导人来 那基本上就是普丁自己怎么讲的 也不能说御驾轻征了 那么就是说自己要坐在这个驾驶座上面 自己来组导这场战争 不过从历史上来讲的话 有的时候一个主帅自己去指导战场的话 那么也不见得一定是有利的 很多历史上的这些战役 可能都是因为主帅本身太过主观 那么或者以时冲动 他这个回旋空间反而比较少 不过看起来我觉得就是说 对于恶务战争来讲的话 我想普丁应该是已经有所不耐了